我認識文明 靈異詭畏 音樂寄音 及及區陸陸 歡迎回來禁區666 剛才說了兩個都市傳說 或者靈異故事 那些都市傳說是可以說 感覺上歷史悠久的一些都市傳說 都是一些很久以前的事 但跟著卡哥要幫我們說的一些都市傳說 整件事應該是現代很多 沒錯 我想分享一下一些翻夜班的故事 即是愛國那邊 我首先講一個翻夜班救護員的故事 可能他是靈異體質的 他經歷過一些事情 他就分享了其中一個故事 他就說他在爬飯 突然間就收到電話 Light one one emergency 然後再接駁過去 有個女士就非常緊張 很急地說 我叫不醒我先生 叫不醒他先生 你們快點來救他 然後就給了地址 給了地址 接著就吸了線 通常 你說得這麼緊急 通常他都會想打電話給你 你可以先做一些急救 或是承線 然後我們趕快過來 有時候明白到有時候在外國 地方大嘛 不是這麼快去到 有些事情可能危急去做了 那些事主 即是當事人 就跟他的partner Full Gear 立即出發 出發 原來地址是偏遠的 那一區就可能是一些老人家 或者整個開頭在想 可能是一些 突然間 心臟停止跳動 或者是突然間 說下半身動不了 腰骨不好 即是脊椎移屋的位置 接著很緊急地衝去 去到地址 就發覺有一間正正常常的屋子 沒有特別的 打開了門 接著就發覺裡面 全開燈 他們就在這裡叫 我們是救護員 是不是有人需要幫忙 但是那時候的時間 是凌晨兩點鐘 凌晨兩點鐘 那間屋子是一間平房 他們就周圍看 沒有人啦 沒有血跡啦 即是很整齊的一間屋子 但是他們已經開了燈 是的 整間屋子是開了燈的 那時候 外國人有時有間車庫 他們就沒有車庫 因為他們說 一來 車庫就關了燈 二來門口 即是有鎖 你無緣無故 不會進去 然後反鎖自己 在裡面 有時你爆鎖的時候 鄰居或其他人 你知道外國突然會 拿著槍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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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敲兩點東西 就砍砍砍 那時候 不要搏 即場 老師傅說 這個時候 讓專業的來 叫警察和叫消防 他們都找過 沒有東西到 但問題 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 他就聽到有把女人的聲音 就好像很近 又好像很遠 咦 接著大家都好像 你眼看我眼 You heard what I heard 就對了 突然間 大家閃一閃 有些風 從窗裡吹進來 接著他就聽到有人 敲場聲 他們就聽到原來在車房裡面 即是車庫 車房裡面 即是消防 當然馬上拿一個鎖來 鎖開一些鎖 他們就發現了 有個老人家 躺在地上 當然地上就有攤機油 當然 跟他做一些急救 他就 有點迷迷糊糊糊的 就抬他上車 當然他身邊是有機油的 相信他是不小心踩到機油 然後就踏在地上 即是可能他正在製造那部車的時候 機油跟著一踩就滑到 然後就踏在地上 但剛才聽到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老人家滑倒在地上 首先那個地方是鎖了 然後 覺得是誰打去找救護員呢 當然啦 在救護車上面 神智有點清醒 然後就問 咦剛才打電話 那位李太太 咦他在哪裏 即是在哪裏 然後那個老人家就說 我老婆 我八爺婆十年前就死了 現在只有我一個住 然後那個救護員就 眉頭一皺 那誰打911的呢 然後那個八爺都說 我也不住 這些可能就是 叫做兩夫妻 這個guiding angel 變了他的 即是 即是 還是在這裏守著他 某程度上 那 不知道某個位置又有一點點溫情的感覺 在裏面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你想說一些 番夜間的故事 都是救護員的經歷 那我就想說一下 一位護士的分享 喔護士來的 護士也是外國的護士分享 在外國的醫院 晚上都好像幾萬鬼 我覺得地球上的醫院 也應該會有這件事 因為醫院就是很多人 出生或者離世都是醫院的 那你更加會容易 你相信這件事就覺得更加容易有靈異事件 這位護士呢 他做過幾間醫院的 他就分享 其中有一間醫院 是100%絕對是漏鬼的 100%絕對 絕對是100%絕對 那間醫院呢 他就說是一間 可能他做過三四間左右 他就說這間是最舊的 通常你回夜班 你不要計香港那些 一個照顧十幾二十個 那些 大哥 沒有時停的那些計 外國的 比例上是鬆動的 通常他就說 夜班的時候 通常有時有些護士呢 就是我去欺負的時候 都會欺負一欺負的 對啦 欺負一欺負 那麼他就說 我是睡不到的 在那間醫院那時候 嗯 就是通常有一個護士站 這樣的地方 通常會有些燈 主要通道 那麼他就說呢 眼尾熟到太多東西動了 是突然間很多 黑影啊 是突然間閃來閃去啊 這樣子的 還有呢 有時有些門呢 是會突然間自己打開了一點點 或者突然間關閉了 那麼他呢 有時在護士站呢 他就發現了 那間房子明明沒有人的 但那個救命中的女兒 有個警號的 偏偏就是沒有人的那間房子 就著了燈 叫你過去 這樣 嘩這些才是恐怖的 就好像有個Signal叫你過去 你過來啦 那些 那護士 哎大哥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的嘛 經常不能欺負你 不停在這裡 就叫做妖妖妖妖妖 那麼 其中一間房 有個病人 好像不行了 快不行 醫生在做心愛壓 還在打腎上線素 總之在救他 對啦 但是那一刻呢 他走過那間病房的時候呢 他就 有一點叫做 無管凍 即是突然寒一寒 他人應該就是那種 對啦 他人寒一寒 很不自在 很不勝 當然那個結果 那個病人是 就是走了啦 走了啦 那好了 他感覺到原來 啊真的會出事 原來 那之後 幾晚之後 護士站附近 他都會有些醫療用品 擺著在那裏做示疲 那樣的 有個盒 突然間 在一個很高的位置 就是一個很高的架 跌了下來 扎到他的同事 但是你那麼高的不會無緣無故跌的 除非有人扔過架 你放在上面 無緣無故跌倒下來的 但是最奇怪 他的同事 即是他那一刻被人 扎到那一刻 他不是那些鬼佬 通常你嘗試撕人 哎呀 嘔 那些 即是鬼佬 或者是我們 大家不同 地方不同 他的同事是突然間 尖叫 問題 他是喊那個 之前幾天 遷就了那個病人的名字 是的 即是答為Mary 是的 是這個Steve的 突然間 那個 一旦答下來 他就 啊 Steve 那些 他好像覺得是 那個病人去做這件事 本人反應 你幹嘛試過喊那個人的名字 是的 他有沒有問那個人什麼事 他就沒有詳細再說下去 就是這些東西 奇奇怪怪的 有時候 有時候不敢問 有時候不敢問 知道你更害怕 不是應該經常葛珍斯在那裏 哎呀 這些無以為 不知道好過就知道 不過很難怪的 真是 看見這麼奇怪 都覺得不問好一點 而且他也經常說 那間醫院都好像 100%確認一定有 那麼 觸手朋友有另外兩個的靈異故事 想跟大家說一下 是的 這個故事 他說一個也可以 兩個也可以 那麼 說有一個留學生去了 塔斯某根大學 因為可能要升學 他就 在附近找一些宿舍 他見到一座 比較新的宿舍 大約是十層樓高 那麼 他就說這床樓 有近他的學校 看見不錯 就去租這間宿舍 就奇怪了 這間宿舍只有1樓和2樓是全燈的 而且租出去 只要是在1、2樓租出去 但他有多少層樓啊 10層 10層就只是租1、2樓 是的 那麼你往其他方向想 會不會上面是別人的貨倉那些 當然這麼想 他租了 怎料 他想租1樓的時候 叫做 包租貢 對啦 包租貢 就說1樓 剛剛滿了 你去2樓 當時我甚麼都不知道 沒所謂 就去2樓 他去到入住的時候 發覺 好棒喔 整層2樓 住了一兩天 都發覺好像沒甚麼人 原來發覺2樓 他只有一個女生 即是有一個女生和他一起住 即是那天宿舍那層的房 有一次我以外遇到一個女生 就說 2樓只有我們兩個 不如聊聊 原來他住的房間 是接近 走廊尾部 即是這個故事的主人的房間 是的 接近尾部 為甚麼叫接近尾部 因為他隔壁有一個 叫做休息室的地方 即是給學生哥們吹水 common room 類似的地方 他正常看的那層住 應該都是留學生的那些 沒錯 那女生 停了一停 就說 咦我不是很喜歡去那個休息室那裡聊天的 那現在我又有事 那不如不要啦 那我下次先啦 他就說算了 下次啦 怎料 自從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那個學生呢 每晚呢 就發惡夢 惡夢啊 甚麼惡夢呢 沒有說 他說類似 總之每晚都是睡得不好 對啦 沒錯啦 整個星期 都是發同一個惡夢 他就說 嗯 嗯 有一天 始終你十多天 你睡不好 他人很累的嘛 加上你又要回去 有一天呢 他回宿舍 當時那些宿舍 那些門是要開鎖匙的 即是他一定要用鎖匙開到才可以進去的 嗯 他說他自己在疲倦之間 就開鎖匙開門 達陸屋牆睡覺啦 睡著睡著突然間覺得 有些東西 捏住他 捏住他哪裡 頸啊 噢 他有這些疾思的感覺 他睜大眼 他看到呢 周圍環境呢 是一個綠色的環境 即是整間房呢 你好像看到一個用了夜視鏡 看著的環境那樣 噢 即是真是那個綠色的 是的 沒錯啦 但是呢 他再睜一睜眼 再睜一睜眼 就整間房就沒有綠色了 即是變回正常顏色 是的 然後就沒有了被人捏住的感覺 嗯 他醒了之後呢 他說自己太累了 即是可能是發噩夢那些 沒錯 他開了燈 看回房間 他發覺 咦 我的鎖匙呢 去了哪裡 嗯 正常來說 你要開得房間的門 你也是在房間裡面的啦 不會將它在別的地方 即是可能大夢的情況就是什麼 即是所謂的鎖匙刺在門上 就沒有拔到那一隻啦 應該是吧 他就不肯定 然後就找找找找找 整幾個屋都沒有了 還開了門 然後他又發覺沒有了 他就想 他就說不如開槍吸一口氣 讓他冷靜一點 出去看看 是否放在別的地方 或是三袋、褲袋等等 可能其他東西都不知道 即是早上還沒醒 一開槍看到樓下一個同學經過 那同學問他 你什麼事啊 可能看到他的樣子很慌張 他就說 我不見了一條鎖匙 我到處找 然後他說 我快找到了 他就這樣說 繼續找 他再找一會 突然間又敲門 開門 剛才在樓下看到的同學 他就說 我在一樓的休息室 看到一條鎖匙 是不是你的 沒有可能的 你沒有可能把鎖匙放在一樓 然後你回到房間睡 你是一定要開門的 是的 初頭想著 他說可能是很相似的鎖匙 可能是其他一樓的同身留下 即是大家 差不多那些 那你還是嘗試刺下自己的鎖匙去試 是的 一刺 開到 這條鎖匙 這樣說法是 當下他就很害怕 難道我發了那個綠色環境的夢 不是 發夢 而是真的 真的是什麼事 他沒有說 因為他說 想起那個女生當日的態度 就知道有古怪了 旁邊的那間休息室 即是二樓的休息室應該是有些問題 是的 沒錯 他就要求 包租公 即是叫他換間房 是的 即是換間不要那麼近休息室的房 他就說不如回到一樓吧 剛才一樓有一間空房 退了租 他立刻說好好的 立刻搬回去了 這件事就差不多結束了 他搬到一樓之後 他聽聞了另一件事 嗯 原來他在一樓 當然人多了 一定是在休息室再吹水 繼續聊天 還要學生 沒錯 你知不知道這幢大廈 為何只有一樓租 原來大廈以前發生過火災 即是他原來有一間大火 燒了整座樓 嗯 即是以後翻身 翻座 再游翻樓 整靚就好了 但就算是正常常翻身 應該整座樓都可以用的 是的 他一直都不清楚 為何二樓以上沒有人租 也可能入住了 所以開不了上面 也有這個可能 是的 我最記得以前 去過某個香港 大家經常說很恐怖的商場 不怕說 以前去荃灣海濱 荃灣 荃灣 那個商場最記得 那時候也說 附近有學校 那時候有圖書館 在某個樓層 以前也有放送修廣國 那樓層 就因為 租用率低 當年還要開的時候 現在商場好像沒有開 那時候商場還要開的時候 好像租用率低 所以 很高的層數 可能會是 燈暗一些 有些層數 甚至是關燈 或者不讓人上去 如果你按照這個邏輯 可能是 會不會去那個地方 沒有什麼人租 就是索性 那樓層全部不開燈 因為你一開都是浪費電的 燈油火納 那時候那個商場 會很恐怖的 如果你按錯鍵 一開那個電梯 是七黑一片的 差點很恐怖的 如果這隻就是那樣 那樓層不用的 就是不開燈 你夠了夠了 大家更加覺得 那些樓層是不會用的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件事 蛇班大學生 一定是好奇的 當時他們說 那天晚上 就進行 探險活動 這真的是 真是個Fat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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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 所以 然後 他就說 召善了整群人 星期一晚上 誰報名參加 誰都不去 提議 提議 提議那個Fan 即是兩個人 沒理由提議 你兩個人不去 但是說這個故事出來的人是沒有加入的嗎? 對 沒有加入的 那是聰明的 因為他二樓過的 沒有理由還加入 就是插了Fact 蛇不印圍著 樓樓不是只有樓梯的 有電梯的 兩人進了電梯 按了頂樓 齊摸了他進了頂樓 那些人每個人都不敢去探險 你倆一邊好走 然後就送他進行樓梯 對 沒錯 那一刻是不是好像古明華一樣揮手 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 然後大家又送他們進行樓梯 就坐樓梯上頂樓 有燈的 到十樓 然後過了十樓 其實我看到這個故事有點古怪 十樓停了一會 升樓梯是回到地上 直到地上 對 他說的時候 我看就覺得奇怪 除非在地上有人按下樓梯 就直到地上 但是他在地上沒有人按下樓梯 但是他在上面有沒有停留過一會 然後才下樓梯 有停留 這個有機會是那個樓梯的系統 設定了 那一部樓梯走多久 就自動回到地上 因為以前我曾經去過一座樓 因為那裡工作 經常在那座樓上 現在好像拆掉了 那座樓梯 那座樓梯應該是設定了一座樓梯 一定時間就會自動回到地上 以及會自動開到門 所以我曾經上班走過 那座樓梯突然自己打開 那座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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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聲說 麻煩 麻煩 我小聲這樣說 當然沒有問過管理處 那座樓梯 因為之後試過搬東西 那座樓梯 你常常站在大堂位置 等人的東西搬到過來 搬進行車 那座樓梯 那座樓梯 有同時上面的東西未做好 一定時間就會自動關門 就會自動下去地面 所以那座樓梯 我覺得應該是有些樓梯 會有這個計劃 可能有這個東西 那座樓梯下來 他們等了大約半小時 都不見有人過來 那我覺得很奇怪 那座樓梯沒有人玩那麼久 那座樓梯 那座樓梯下來 那不如再等多一會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為了一堆天 硬著頭皮上去 看一看 不恐怖 對 那說完這句之後 就聽到旁邊樓梯 好像有人衝過來 他們整班人都看著樓梯 看著樓梯 看見剛剛上去的兩個人 看見他們的臉青青 腳有一些位又損了 又喘了大氣 當然有時候要去休息室 給點汽水 給他們一杯茶去定經 是光迴雲夜那一套周星馳號的感覺 十叔十八 我忘記是歷詞 走進來後有人說 怎麼樣? 說了你了 和菲 和菲不是這樣跟他說的 進來的 我看到這裡就看了你的畫面 但他又看了什麼 其實我們上去是有燈的 他們應該是開了一盞燈 即是他自己人手開了一盞燈 對 然後走走走突然間 全部關閉了 好像跳感覺似的 關閉了 已經能走到 他應該拿電筒那些 不知道為什麼那兩個人沒有帶電筒上去 他又探險不帶電筒 真的可以 是的 他們轉回頭 始終走不久了 他們轉回頭是看到 升降機的按鈕有一點點光 走過去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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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筒也不上來 他說下面是沒有人按下電筒的 即是沒有人按下電筒 你肯定上去按的話 電筒肯定會自動上去 起初他們 雙女的人就說 難道是下面一班人整過地 他們按就按就按不到 他就說有 因為他要走回後走廊 他就要摸黑一邊走一邊走一邊走一邊摸黑一邊走 誰知道他們走到覺得是中途左近 但現在耳邊有人尖叫 一聽這些東西 你3721肯定狂奔的 是呀 當然要走 幸好走到後走廊有些燈光 他就立刻推門下去了 這裏也還未完 他在推門打算定一定驚 站一站再下去 誰知道推門立刻閃了一閃 對 後樓梯的燈光 對 沒錯 他們唯有馬上離開 誰知道他們剛剛 由10樓跑到9樓 10樓的消防燈光是關掉的 嘩 對 當他們跑到第8層 好像跟著他們動的燈光 對 他們跑到第8層 9樓的鎮燈光是再關掉的 直到他們跑到2樓 1、2樓的鎮燈光才不會關掉的 就是他們跑到地面 就是這樣 嗯 他就聽另一個學生說 他們跑到地下 有另一個學生看到 10樓到3樓的燈光是亮的 即是消防燈那些 對 嗯 他就去到這裏了 全程他們是未見過東西 但是呢 就聽到尖叫之餘 那些燈光是跟著他們關掉的 嘩 真是這個回運東西 對 真的好像周星馳討氣 我也長得像 那些燈光是很適合的 他們兩個真的像你逆池地衝過來的 那 就一直跟著你認識 嘩 真是都 聽到我的歌真是很恐怖 但其實他自己在本身的房間那裡都 都害怕 但是 想一件事 他不是說二樓呢 他不是怕怕地搬回到一樓嗎 是啊 那二樓就只有原本那個女生在那裡住 是啊 嘩 那那個還怕怕 整層樓只有他一個住 他沒有那個女生 因為他那個女生 他說很少見到那個女生 而那個女生是住在近這個位置 他不是住美房的 可能他不經常回去 所以覺得沒什麼 可能近這位就沒什麼 不用走去那邊 但他的反應應該是知道 所謂的休息室是有些東西的 是啊 我覺得他真的感覺到一些東西 原來那個拋租公李潤索應該知道什麼 還給他一間這麼美的房間 聖他吧 是不是他去租樓的時候沒有禮貌 就是Hey man what's up You're wrong 然後人家就說 這麼困難 弄一間微義房的女生 他真的還弄一間微義房 很可憐 其實很可憐 其實是外國人怕不怕買房間的 都好像有 有些有的東西 但因為剛才不是說 傳統黨酒店美房的東西 是 說美房那邊 那個休息室的comment room 好像大家覺得有點怪怪的 奇怪一點 包括中共還把房間提醒給他 但其實這些宿舍類的靈異故事 都很可憐 別想起 做學生的 講完那些故事 都是回到這座樓的 還有F 我真的猜到那座樓的學生 他們應該真的不敢坐升降機的 應該會 你那拍都是F一樓二樓 是 我那一間一部升降機 進了升降機後 自己上去十樓 也是的 你這個才恐怖 你這個才害怕 你這個才害怕 你不可以真的 搭一搭去 然後上去那裡 究竟應該是走樓梯算 我猜他們應該也是 我想整個一樓都沒什麼事 我想女生也有點難度 二樓應該是走上去的 應該是 二樓而已 這個真的 聽說真的挺恐怖的 你想想到情景也很恐怖 你還要十樓跑到二樓 中間很漫長 是啊 他還說 有些人撞雨了 有些人撞雨了 一撞一撞 聽說真的 真的很恐怖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到這裡也差不多 至於下集的題目 交給祝守王 下集的題目 當然下集才算 那我們再聊一聊 多謝大家收聽今天這集 禁區666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二樓 三樓 我去看